厌倦的东京的快节奏生活后 女孩柿子回到了从小成长的村庄小森 在那里过起了晨星礼花会 带阅和除归的田园生活 小森位于日本东北部 物资富饶 空气湿润 虽然位置偏远 商铺匮乏 却能自给自足 别有一番风味 初夏来临时 柿子白天忙着清理田里的杂草 晚上便开始烹饪夏天的第一道佳肴 烤面包 将小麦粉加水混合酵母 再用火炉加热至200摄氏度左右 香喷喷的烤面包就出炉了 特别适合采完桑叶后当做点心来吃 到了连绵的雨季 空气闷热到令人窒息的时候 柿子便会做夏天里的第二道餐点 酿酸米酒 将酒区放入粥中搅拌 添加酵母 使其发酵 在常温放置半天便可以饮用 冰震后更是酸爽可口 酸米酒的气息是暧昧的 因为她总与一个男人有关 那男人名叫幼泰 是比柿子小两岁的学弟 每到酿酸米酒的时节 柿子就会邀请她前来喝酒 对应到天亮 汗水与黑夜纠缠在一起 空气时热到连星星和月亮都看不清楚了 胡腿子成熟的时节 柿子便会制作胡腿子果酱 其实原本也无人去吃这果子 只是柿子觉得她开花结果 却无人问津 实在有些可惜 便会拿来做成涂抹在面包片上的果酱 偶尔柿子也会想起 在东京时还曾经和前男友 一同采摘过胡腿子来试吃 以及母亲提到的那句话 做菜如同做人 一不留心就会伤到自己 母亲已经离开柿子五年了 这五年来 柿子虽想不通母亲为何抛弃她 却总觉得母亲还会回到小森 到了香辛类蔬菜成熟时 母亲便会用摄香草 月桂树叶等自制伍斯特酱油 比超市里卖的味道还好 到了真果成熟时 柿子便会像从前母亲教她的一样 去山上采摘真果 做成美味的真果巧克力酱 夏天里的第五道佳肴 名为鱼酒花泥 鱼酒花生在沼泽区 浇在米饭上 能让人食欲大增 夜晚时分 总会有猫头鹰 甚至熊等动物 造访柿子的小院 虽有点可怕 却也不乏趣味 后来 柿子少了份在养鱼场的林工 负责帮助厂主 茂之叔 将红点龟从养鱼场转移到帐篷区的钓鱼池 和幼泰一起工作 提到为何回到小村 幼泰说 是因为自己喜欢这里淳朴的民风 和美丽的环境 但柿子却清楚地知道 自己之所以回到故乡 只是为了逃避 烤红点龟 配上味噌汤 是个不错的搭配 柿子还喜欢在夏天 吃冰镇的西红柿 一口下去满是清凉 冬天时 将自制的西红柿罐头放进意面里 堪称人间美味 秋天是通草果和稻书的季节 柿子总会和好友吉子 一起去采摘通草果 坐在自己门口吃 随后再将果皮做成便当 割到的时候就戴在身上 有时候也会带核桃饭做便当 来缓解收获时节的疲惫 秋叶变红时 冒之书做的糖猪板栗 变得深受欢迎 柿子也做了一些和邻人一同分享 收获番薯后 柿子会将它们做成 一余储存的番薯干 天冷时和邻居太太们 围坐在桌边 一边聊家常 一边烤来吃 十分惬意 小曾的人们 有一套独特的重道方法 名为翻压种植法 即当稻子长得高过翻压时 便将它们赶入田中 在吃掉杂草和害虫的同时 还能为稻子根部输送氧气 而过了收获季节 翻压又成了一道美味的佳肴 不仅可以煎着吃 还可以煮汤 做此生 十分美味 夏生时节 小曾到处都是白烟 柿子学着母亲过去的样子 用胡萝卜和菠菜做微炖菜 在这样的日子里 柿子终于参透了母亲 能够把饭菜做好吃的原因 那就是在煮之前 把蔬菜的筋全部剃掉 这样想起来 母亲其实也是为了一日三餐 用尽苦心了啊 想着想着 柿子好像能够原谅母亲的 不辞而别了 而就在此时 邮差也送来了母亲的信件 故事就快要有答案了 如果有来生 要做一棵树 战成永恒 没有悲欢的姿势 一半在尘土里安详 一半在风里飞扬 一半洒落阴凉 一半沐浴阳光 非常沉默 非常骄傲 从不依靠 从不寻找 秋天已过 要到何时 你才会路过 我的小森林呢 我是熊猫 拥有温度的解说 为你还原 每部电影的 灵魂内核 原作登产 照亮你心